哈喽,大家好,我是吴哥 这群蜂呢,我是临时从山上搬回来的 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 患亡失败,导致这个 风风残暖,其中有一群 它已经是失望太久了 已经有了很多的熟蜂 那蜂蜂呢,已经老化得非常严重 像这种比较顽固的,比较老化的风蜂呢 比较合并,相对来说都比较困难 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搬回来两天了 这个我采用了一种比较安全的 比较有效的一种合并的方法 来看一下这个风蜂的情况 你看,很多熟蜂 这已经出发了一袋熟蜂了 还有这个下面的鸡皮啊 这些呢,鸡皮呢,也都是熟蜂用 这些都必须要淘汰的 啊,之前呢,这熟蜂呢,原来工蜂都是很黑很油的 啊,因为呢,我给它跟这个另外一群有王的 这个也是熟蜂 我跟这个家伟蜂呢,放了两天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熟蜂呢 好不容易有个熟蜂的熟蜂 这批熟蜂呢,死亡太严重 大家看我这个工蜂呢 是两边用这个炸板来炸开 我这个炸板呢,我经过了特殊的加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 这批熟蜂呢,是经过特殊加工的 中间被我掏空了 然后呢,用一个沙碗 补上 所以经过这样的话,它过了一天两天呢 这个群位已经混合了 很容易合并这个蜂群 我已经把这个带沙网的大炸板抽开 下一个呢,我只要调整好 这个炸皮的位置 那么这个重蜂呢,基本上合并就重蜂了 啊,密封 为了供保障 你可以用一个密封进不去的王龙 把这个公王保护起来 然后再等到合并之后 再过一天两天呢 等这个没有王的蜂群呢 印了,印可这个公王 然后再把它放出来 这样会更好险 刚才大家已经看了 蜂蜂残暖的群中呢 不太多这个蜂群了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重蜂去掉 很多朋友就问到 怎么去掉这个蜂群呢 下一个视频我们再操作一下 演示一下怎样去掉这个 我别了 你别了 你 bang